第六章介绍的是功 当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外力和合力 它是位置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功的观念来解决一些问题 也就是说像功里头这个F 因此F一定要是S的函数 那么这个积分才积得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力是位置的函数 现在我们看下一章 我们从这里开始 我们介绍功与动能的理论 功与动能的理论 一个质量为M 在某一瞬间它的速度是V 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的质点 它在某一瞬间 它的瞬时速度是V 那么我们就定义一种量 就是质量乘上速度的平方 被二分之一来除 这个量我们称它叫做动能 kinetic energy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ek呢 它是质量乘速度的平方 那么我们可以从它 就说这个 当你可以有导出的一个单位 但是我们把它定义成 这个量啊 它的单位就叫做Jower 动能 动能的单位叫做Jower 你可以用导出单位 这个是质量公斤 这个是meter per second平方 那么这个导出单位 但是这个单位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名称 叫做Jower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个词点 它在这个弯曲的路径上面 弯曲的路径上面 在这里走 它在这个路径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force net force 它的合力 它的合力呢 不是定值 随着位置而变的 那么当它从A点 在A点的时候 它有一个切线的速度 叫VA 到达B点的时候 有一个切线的速度 叫做VB 那么它从A点到B点 它总共做了多少弓呢 从A点到B点 总共做多少弓呢 好 这个弓呢 我们就可以用 netforce.ds 积分 从A点到B 好 netforce.ds 那么就等于 netforce 乘上BS 乘上这个角度的cos 的余旋函数 好 那么netforce 乘上这个角度的余旋函数 就等于netforce 在BS方向上的合力 就是这个 所以FS是等于netforce 在ds方向上的分力 好 那么现在要积分 我们要积这个积分 那么FS呢 一定要是S的函数才可以 好 那么FS原来是什么东西呢 它原来是MAS MAS 就说这个 这个力啊 它是等于MA 这个A 这个其实是T了 我写错了 这个S是T 就是A的Tangential Component A的Tangential Component 这个S改成T OK 改成T 好 那么我们又可以把这个AT啊 这个A A因为它是 因为速度是位置的函数 所以我们按照运动学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A呢 可以写成V乘上DV over DS V乘上DV over DS 那我们把这个 就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好 那么这样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DS 跟这个DS 消掉 其实在微积分里头 不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 暂时可以看成 这个消掉就变成VDV 积分以后呢 是二分之一V平方 把上下线带进去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什么 B点的 直点在B点的动能 这个是直点在A点的动能 所以这个就是 EKB 减造EKA 那么就等于这两个动能的差 这个Delta 我们以前说过 就是等于 等于改变的意思 就是后来的动能 减造起初的动能 好 这个意思 这个式子 各位一定要记得它的物理意义 它是说 合力对物体做的总工 因为这个是Net Force 所以它是总工 等于什么 等于物体动能的改变 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 对合力对物体做的工 或者说每一个外力 对这个物体做的工的总和 它最后的效用是什么呢 最后的效果就是使得这个物体的动能改变 动能改变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重写一遍 Total Work 就是合力所做的工 也叫总工 等于动能的改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跟能 相等 那么就是说工原来是什么 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工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所以工跟能可以互换的 可以互换 工是能量的一种形式 那么我们以前讲过 工的单位都是用牛顿米 Newton meter 那么我们刚刚介绍动能的单位 是Gar Gar 那么动能呢 那所以 所以这个工就等于是 它就等于能量嘛 所以如果这边是1 一个Newton meter 就等于一个Gar 就等于动能的改变 是等于一个Gar 所以一个Newton meter呢 就是一个Gar 那么我们看这个式子 总工是等于物体动能的改变 如果这个物体啊 它的速度越来越大的话 就说这个 这一项比这一项大 后来的速度比起初的速度大 那这个时候它做工啊 就是正工 因为这一项减到这个是正的 是正工 那么那个合力做的工呢 就是正工 反过来呢 如果物体在B处的速度 比A处 就是后来的速度 比起初的速度要小的话 那么这个改变就是负值 负值就表示啊 你合力做的工呢 是等于负工 我们上次讲过啊 合力对物体做工 如果是正工的话 那么 那么 也可以说成 这个物体 对私利的物体 这个 这个 就是你刚刚推这个物体啊 它就等于你私利 对这个私利的物体 做的工 做的是负工 做的负工 OK 所以说 工可以变成能 可以转变成为能 能量也可以转变成为工 比如说你推一部汽车 汽车停在旁边 停在路边 没有刹车 你可以推动它 越推它越快 越推越快 那就是你做的工啊 变成动能的改变 但是如果这部车子 已经推动了 它就跑了 然后它撞到一个物体的时候啊 那它的速度就变慢了 对不对 速度变慢 速度变慢就表示 它动能消 它动能减少了 减少的动能哪里去了呢 就是对它撞的那个物体 做工 所以工和能可以互换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刚刚那个式子 来用一个简单的立体 来做一做看 如果有个质量是十公斤的物体 它起初的速率呢 是每秒四公尺 外力对它做工 做了多少工呢 总共做了五百个牛顿米的工 那么它的末数变成多少 工的 我们就要用 总工 对这个物体做工 效果就是改变这个物体的动能 我们就有这个式子 你要知道这个意思 就是总工 作用在物体上 改变这个物体的动能 这个F代表Final 后来的速度 R是代表Initial 起初的速度 这两个 画一画就变成这样子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求VF 所以我们把这个颠倒一下 VF²等于这个量 那么我们 开个平方就等于 就是VF等于10.8个Meter per second 当然这个很简单 这个就是告诉各位 你以后解这个问题 他要你求什么 末数 求末数 那么末数我们 你可以先思考 我学过什么东西是求速度的 如果这个速度 当然我们有Dx over dt是速度 不过这里有个末数的话呢 那么就是有个初速了 那这个就是用运动学 好像用运动学可以解 运动学要解的话呢 末数你不知道 就是后来的不知道 起初的速度就算你知道 起初的速度知道 加速度你知不知道呢 这个时候加速度啊 他没有直接告诉你 他只告诉你说 他是10公斤 然后他的公是这么多 这个时候啊 你不好求 因为他也没有告诉你 力量是多大 你不好由这个牛顿力学 求他的加速度 如果加速度可以由牛顿力学 来求的话 我们可以用运动学求这个 现在不过他告诉你的是 外力对他做的总工 那我们就想到功能定律 以后就要记得 功能定律可以求速度 可以求速度 所以速度现在有什么方法呢 dx over dt 是一个方法 你知道加速度可以求速度 那这就是运动学的方法 然后第三个 功能定律 总工等于动能的改变 可以求速度 记住这个 好 现在我们要讲功率 功率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一个机器都会做工啊 机器都会做工啊 比如说我们拿摩托车来讲 你骑着50cc的摩托车 它的功率我们不晓得 它是定多少功率啊 那么它可以从这里跑到台北没有问题啊 那 125cc的摩托车也可以从这里跑到台北啊 这是哪一个卖的贵啊 哪一个贵啊 越重的越贵对不对 125cc的贵 为什么比较贵啊 为什么比较贵啊 因为 你如果是125cc的摩托车 你从高雄骑到台北 我们假定好了 假定八个小时 那你这个50cc的骑到台北啊 可能要18个小时 这是随便假设的啊 那你的时间就拖得好长啊 就拖得好长啊 比如说你现在 一个问题我出下来 有的同学啊 一个钟头就把它做掉了 有的同学三天才做完 那你说哪一个 都做完了 都做完了 你说哪一个比较 就是哪一个能力比较强啊 当然是做得越快的那个了 所以功力就是代表你一部机器 除了会做会做工之外 他做工的时间是多少 就是单位时间能够做多少工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他所做的工 这个是所花的时间 那么工被时间来除 5就叫做功率 这个叫平均功率 在delta t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平均功率 它的单位呢 是用瓦特 瓦特 那么如果 我们把这个时间 take limit 这是应该delta t delta t approach to zero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 dw over dt 那这个就是他的顺时功率 瞬间功率 那么功率越大的就表示说 他同样一秒钟 他做的功越大 那就比较值钱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将来 你成为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你要请一个人来替你做事 比如说你是董事长 请一个厂长 两个人来应征 都给他一个问题 一模一样的 你们回去做 做了以后再缴给我 有一个 今天给他 明天就来缴绝 一百分 另外有一个 一年以后才缴绝 也是一百分 那你要用哪一个 你要用哪一个 当然用那个一天就做完了 对不对 因为他的效率比较高 你不会用那个一年以后的 所以这个 这叫功率 功率的单位叫瓦特 其实这个是什么 92 per second 92 per second 92 per second 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瓦特 一个瓦特等于一个 90 per second 如果是音质单位的话 功呢 它是foot pound 时间用秒 那foot pound 我们用另外一个 名称叫做马力 horse power 那一个horse power 是五百五十个foot pound per second 这是功率 那么瓦特跟 马力之间的换算 一瓦特是等于 0.738个马力 一马力是等于 746个瓦特 这个换算的这个数字 也要稍微记一下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电梯 电梯里头坐了一群人 20个乘客 这个大概百货公司的这个 这个电梯 电梯呢 空着电梯重置 5160个牛吨 20位乘客 每一位是710个牛吨 它现在电梯呢 从25楼下降到地面 就下降了25层楼 总共历时呢 18秒 每一层楼的高度大概是 就说是3.5公尺 在这个过程里面 马达供应电梯的 平均功率 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就先假设 假设这个电梯啊 它行进的时候以等数行进 那么我们就假设这个电梯 它的壳子跟这个人 总共加起来的重量叫做W 那这个就是这个系统 我们选择这个电梯 整个系统 包括壳子跟人 那这个就是它的外力 那它的外力 W 然后缆绳 拉这个电梯的力是F 你看我们到现在啊 都还在用 画力图 对不对 所以力图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们把这个画出来以后啊 我们是假设电梯呢 以等数前进 等数前进 因为它 它没有说 到25层楼就停止 没有 它只是说它下降到地面 下降到地面 我们假设电梯 它就等数下降到地面 那么 因为是等数啊 所以是平衡问题啊 平衡问题的话 它的合力等于零啊 这是向量式 好 那么 所以F就等于负W 这是向量哦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把这个值带进去 F 空的是这么多 空的是这么多 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是负的 对不对 往下的力量 好 二十位乘客 那二十位乘客 每一个重 七百一十牛顿 乘二十也是往下 可是外面 外面有个负号 负负得正 方向是 是Y的方向 所以总共的F 是这么多 有了F以后 你就可以求什么 你就看它的S 它的S就是位移 它下了二十五层楼 这么高 每一层楼是三点五公尺 所以总共是这么多 那么位移呢 它是负的 因为它是往下 所以位移是这个 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平均功率是等于W over T 这是总共的W 就是它的功了 那么这个是总共花的时间 那么W我们用F dot S 这等于F dot S AT来除 那么这个就等于多少呢 负的 94111个瓦特 那么这个瓦特 这个F是什么呢 是马达拉 经过缆绳拉电梯的力量 拉电梯的力量 所以这个是 这个马达拉电梯的 这个功率 它是负的 所以马达 马达供应的功率呢 就是它是供应出来的功率 就是900 就是我们画成 K就是1000的意思 我们这个乘上1000 就变成KW 然后这个点就进到这里来 94.111个KW 那也就是说 这是马达对外供应的功率 是等于 是等于这么多 马达对外做工 是不是它的功要对外供应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再看功率跟速度的关系 功率我们可以用这个表示 那么W等于F.DS 那么我们把这个DS跟DT 这两个放在一起 就变成V 所以变成F.V 所以功率呢 可以写成这个 也可以写成F.V 也可以写成F跟V的内积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 一架喷射机 它以每秒300公尺的速度飞行 推力呢 是 它引擎的推力是 15000牛顿 这个时候 飞机的功率是多少 那么P 那就是它推力 到这个速度 这个物体的速度 就是它推这个物体啊 的力量 然后这个物体呢 以这个飞机 以每秒300公尺的速度在跑 那这两个方向一致啊 所以就变成F乘V 你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最后会得到 最后会得到 这个 我们一线上看好了 这个是4.5个百万瓦特 百万瓦特 那你这个百万写成M 麦克 麦克就是十的六次方的意思啊 那它就4.5个麦克瓦特 然后我们再把瓦特化成 如果要用英字单位的 马力来表示 那你要除上一个这个 因为每一个马力等于746个瓦特了 那它的 这一架飞机的马力就是 6032匹马力 你看这个好像 没有什么感觉 你的摩托车的马力是多少 你知道吗 大概 几匹马力而已 一匹或者两匹马力 一匹或者两匹马力 喷射机 6032瓦特 你就知道它这个功率是多大 好 要知道功率啊 是这部机器 它每一秒可以做多少功 这个叫它的功率 但是你用了电以后啊 电力公司要来收钱啊 因为它供应你能量 对不对 供应你能量 你一秒钟做多少功 它不管你 我反正是 看电表 你总共用了我多少 多少功 多少的功 我就收你多少钱 所以它是用功的量来收钱的 所以电力公司有没有 有没有叫你去登记 你说你家有电冰箱是多少功率啊 热水器多少功率啊 冷气机多少功率啊 有没有按照这个来收钱啊 没有 它不管你 反正电表指示的 多少度 就是多少能量 它就是收多少钱 好 现在我们利用功率呢 功率瓦特 我们来订一个 我们来订一个 功的单位 功的单位 比如说千瓦小时 千瓦小时 kilowatt hour 千瓦小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机器啊 它的功率是 一瓦特 它连续做工 一千个小时 所消耗的能量 叫做千瓦小时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头 电力公司给你算电 你多少度啊 多少度啊 这就是多少度啊 一瓦特的机器 连续做工一千个小时 所消耗的功 就是一度 OK 或者是说 我有一部机器 是一千个瓦特 那它连续 做一小时 所消耗的功 也叫做 一个千瓦小时 所以 这是一千个 一千个 瓦特 然后这是一小时 一小时我们画成 秒 就是这么画 这是画成分 再画成秒 它等于三点六个 MegJour 它的功啊 就等于三点六个 MegJour 那这个就是 你一度 你用一度的电 就等于电力公司 替你做这么多工 你要付多少钱 那么 我们对这个功率啊 可能要有一些 可能要有一些 概念啊 我们现在的电 不晓得一度多少钱 我都没有去注意它 我记得我做学生的时候啊 一度电大概一块钱 一块钱 很便宜啊 那我们看书的这个 念书用的这个台灯呢 大概是十瓦 十瓦特 一瓦特用一千小时是一度 一度 那么十瓦特要用多少小时啊 多少小时啊 一百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台灯啊 你用一百个小时才一度 一度一块钱 很便宜啊 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 用那种白支灯呢 白支灯是 以前都是一百瓦 一百瓦的话呢 那你就十个小时 就是一度 那么我们日观灯比较长一点的 那个四十瓦 在二十五小时就是一度 那我们念书那个十瓦特 可以念一百个小时啊 一百个小时 所以我们用东西的时候啊 你要有这个概念啊 你要审定你要有这种概念 好 那么我们再看玛丽 一个马力小时啊 一个horse power hour 就是一马力的机器 连续做工一小时 消耗的能量 那么我们把这个 搭进去算起来呢 大概是一马力小时啊 大概是1.98乘10的 六次方个foot pound 这个工 OK 好 那么第六章 我们就到此 我们就到此 感谢观看